你一定很不熟悉 有头发的苏贞昌 这是年少轻狂时期的苏贞昌 当同学们都在准备律师高考的时候 他却悠哉地念完整套莎士比亚 他曾经骑着借来的脚踏车 十三天两千块 就这样跟弟弟结伴 完成环岛一圈 我们记得最后一天 是从彰化的花坛 早上大概六点出 晚上九点多就到屏洞 爸爸为了这件事情高兴得不得了 平安回来 他们去买了大概只有一公尺这么长的鞭炮 挂在我们家的那棵老树 大黄鞭炮 苏贞昌的父亲是位公务人员 因为拒绝加入国民党 一辈子只能当到鼓掌 但是那种正直正派的风骨 深深影响了苏贞昌的做人处事风格 而苏贞昌当了爸爸之后 更是将自己从父亲身上传承到的精神 以身作则教育给三位女儿 爸爸做一辈子最基层的公务员 一直无法升上主任 没有别的原因 就是因为当年要升主管 升主任一定要先加入国民党 但爸爸拒绝了 如果是对的事 他一定坚持到底 如果是不对的事 纵算再大的关缩 再大的压力 他也不怕 他是苏贞昌的母亲 苏江清莲 担任国小老师的他 经常自己在家里准备三四个便当 拿到学校照顾贫穷的孩子 我的爸爸 把他前一天 带回家改的学生的作业部 绑在后架上 前面的照货镜 两边各挂两个三个便当 我们说妈妈你越咬越咬越咬越厉害 他说不是 乡下地方 有些年轻的妈妈受不了苦 跑了 他说看着全班同学在吃便当 一定有几个孩子 没得吃 就在那里走来走去 所以他多带几个便当 我们家家境并不好 但是多煮一点饭 多带几个便当 让孩子就坐在妈妈的桌子的旁边围着 一起吃 妈妈就是这样认真 又充满着爱心 苏贞昌和夫人詹秀琳 是在大学毕业后多年才相亲认识的 没有浪漫故事 也没有罗曼蒂克的烛光晚宴 顶着正大会计系的高学历 婚后苏太太却毅然决然放弃外伤的高薪工作 到苏贞昌的律师事务所共同打拼 记得相亲那天我是穿一件灰西装搭着一条黄领带 那时候我头发掉的剩下薄薄的一层又不会穿衣服 我太太事后告诉我说 看起来又老又土 觉得年龄还一定是谎暴的 那我相亲完也不懂得立刻打电话 一点都不浪漫就回屏东去过年 等到过完年回到台北给她打电话 太太在电话的那一头说 我正在跟老板讲话 就把我的电话给挂掉 每次提起这一段 我太太就很得意地告诉我的女儿们 我曾经拒绝过 那时候的台北 那时候的我们 谈恋爱也没什么地方可以去 往往就是逛大马路 或者吃冰啊 看电影啊 记得有一回就在西门町 有个西瓜大王 旁边还有卖烤鸡 我们就买了一只烤鸡 两个人提着那一只烤鸡 走到新公园 就是现在的228公园 坐在那个木头有靠背的椅子上 那一晚两个人吃掉了那一只土鸡 就觉得那是特别浪漫的一个晚上 后来女儿们没想到那种画面 想到这两个笨蛋 的约会方式 都觉得实在很有趣 而我们两个却是终身难忘 这是大家现在所熟悉的苏贞昌 巧慧 巧宁 巧纯 三位女儿出生后 苏贞昌常笑说 自己是住在老母亲 妻子及三个女儿所包围的女生宿舍 不但我跟太太谈得来 都骂起某一个人 全家围着幻座 痛骂一患 那大家都觉得我们也很会骂人 不只是这样 而且我们家做什么事情都是全家一起出动 所以考大学连考 也是全家一起出动 连阿嬷都要提着便当去加油 那便当的菜是妈妈煮的 前一天我要带他们去看考场 任何事情都是全家出动 苏贞昌他们家养了两只狗 一只是黑色小柴犬巧比 还有一只是连刃 在三年前 巧比发生车祸 医师说 十三根勒骨都断 神经也断 总算救起来 大小便也都要人帮忙 那个生活品质是很差 你们的货担也很重 才知道原来动物医院 要让他按热食 但我们全家人 异口同声拒绝 在手术台上 我们一直叫他的名字 巧比巧比 我的女儿都哭了 连我都哭了 那个很困难的一个手术 把他给救回来 但没有办法治理大小便 都完全要靠人工 常常是一早起来 满地都是他流出来的大便 无论怎么辛苦 同样的一个决定 没有人后悔 没有人满眼 是苏贞昌第一位孙女的名字 是以女婿龙男的 阿美族传统方式命名 如果不是因为 这一次小孙女的命名 我们过去实在不知道 原来阿美族有这种 这么有人情味的 优良传统 是把自己最喜欢的 最尊敬的人的名字 作为新生的 婴儿的名字 他们要取名字的时候 用这个 Sommach Sommach 原来就是我的亲家母的名字 那女婿 希望让妈妈这么好的人 能够她的名字 在自己的女儿身上 我们的苏也有在里面 我也觉得很有趣 那Vangas是他们家族 所以我们整个孙女的名字是 Sommach 苏 Vangas 虽然名字很长 但是我们觉得 这就是阿美族的文化紧髓 同学会时 一位律师同学校 苏贞昌爱选举 说如果当初乖乖做律师 就会像他一样 有大房子 漂亮花园 同学常笑 说你就是得到大头病 爱选举 四年一次要拜托人家 有人给你兼个五万十万 就是你的金主 你都还要鞠躬尽力 你如果乖乖像我们这样 你看我们都已经有几栋楼房 车子又加长 房子后面还有花园 等同学亏完了 被他笑完了 我才告诉他们 说对啦 你有几栋豪宅 但我选举却能赢得一个城市 你可以自己家后面有个小花园 我却可以把一个县里面 一座就是几百甲的河滨公园 你有那么大的车子 开出去找不到停车位 我能一次就创造一千个五百个停车位 你虽然很有成就 但是我很有成就感